重点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上个礼拜第四 今天是第五次 第四上课主要是讲表单设计部分 表单设计基本上 它主要的用意 主要就是说 尽量保护你的资料 输入的时候的话 你可以不要让使用者任意输入 因为会产生无法预期的一些错误发生 而且这客户真的是出千几百贯 而且之后你如果要去修这些错误 你要花更大的力气 与其这样导步你在前端就先控管好 这非常重要 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 我发现很多同学问的问题 都是因为前面都没有先控管好 所以产生输入资料的错误 那错误资料你要去修正 你要花更多力气 虽然说VPA一样可以做亡羊补牢的这个动作 可是为什么你不刚开始 就把资料保护起来吗 那输入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给它需要输入资料 比如说我们假设有七个栏位 四个栏位是要输入 另外三个栏位之后产生 对不对 OK那怎么做 基本上我们上礼拜都讲到 那如何制定表单 做加入那个控制项 那其实只要用三个 一个是标签大A 然后小A小B是输入文字 然后呢一个按钮按下去 它就触发click的动作 那你就执行对应的程式 那基本上有个很重要的重点 比如说你把TestBox就是文字方块里面的东西复制到那个什么储存格的位置 向下追踪加一 这个前面都讲过 其实程式说真的 理论其实不是那么复杂 但是其实非常好用 OK所以以后啊 如果你要让人家输入资料的话 其实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那再来就是如何做防呆机制啊 有没有那输入资料错误 比如说没有输入资料怎么办 你要把它挡一下 所以会跳到一个跳Messive Box 请务必要输入资料 然后就EditSub OK 然后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 那当然你除了EditSub 还有一种手段 就让程式 可以回头 可以重新输入 OK 还有很多方法 那其他的话还有像什么呢 如果没有输入0到100之间 怎么防呆 OK 然后一样一定要输入数字 这个怎么做 上个礼拜都有讲到 所以如果你假如对这部分 好已经忘差 我回去请各位复习一下 影片都在这边 你把它点下去 这上面都有 还有直接输入Enter 就可以 有没有 Enter Enter 最后那个Enter 实际上就不要再按那个新增 那个按钮的话 那你可以用什么 用去检查一个事件 叫做 那个TestBox 当它怎么样 当它key down 按一下按键的时候 判断说呢 它是不是 那个key call 他会告诉你key call 他按了哪一个按键的内码 他会告诉你 13的话再Enter 如果key call 等于13的话 然后呢你就 call 那个按钮事件 程式云端上都有 OK 应该程式不难 不过却相当的好用 以后如果你做完 你就把它 其实 拿了当饭本也没关系 反正以后记得起来就好了 好 切记来一定要把它留下 不然将来你要 你要的时候 真的你找不到就麻烦了 虽然程式不多 但是 你如果找不到 真的你会 哇 这是很麻烦 因为你把它留下来 你马上找到 马上解决问题 但是如果你找不到 你可能要花更多力气了 OK 其他的话还要重新绘制框线 有没有框线底下还要再继续画 继续画 要怎么样继续自己画 实际上最重要的部分也是追踪 我要怎么追踪到最下面多增加那一列的数值 有没有要返回来 这些上个礼拜也都有 程式都在云端上面有 OK 真的也不多啦 顶多就是 再把 那个原来固定的那个列 把它改成一个变数 所谓变数啦 顾名思义啦 就是它一定会改变的嘛 就所谓的变数嘛 OK 那我们要怎么去 找到对的 对的那个数字 放进那个变数里面 让它变成我们要的结果 其实我们都做这些事情 程式真的不多 你最重要是什么 学习如何操作这些动作 有些程式写完 你就稍微改一下 改一下 其实很多都一样嘛 对不对 主要是那个观念你要厘清 该把程式写在对的位置上面 而且不要写错 那就是我们要学习的 OK 另外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不断练习 让它熟练 如果你熟练之后啦 将来用就很快了 如果不熟练的话 真的即使变你会的话 也是不断的会需要 这个这个这个 找出问题 那今天的话我们 请各位待会开启 这个第三个单元 然后我们练习档的话 基本上是在这个 第三个日期时间函数 这个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请各位看一下 我们今天最重要是要做这个 这个综合练习 那第一个部分 大家要了解几个重点 第一个 格式部分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日期 那我把游标放在这个日期上面 那当然呢 在Excel里面 它的这个输入方式 它是建议你要输入成这样的 西元年 然后斜线 几月几号 OK 可是问题来了 输入之后的话 其实日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说那日期 将来你要做什么呢 时间的计算 日期的计算 或时间的计算的话 那要怎么去换算 那当然天数比较简单 比较麻烦的是计算什么 相差几个月 相差几年的问题 OK 因为为什么 因为月份 它不是每天都30天 有31天的 也有29天 也有28天的 也有论年 年的话呢 有365天 也有366天 有论年的问题 不是说全部都365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要怎么去处理 有关日期方面的问题 那所以今天 另外的话 你应该输入完毕之后 那我要怎么样 可以把 这边 特别注意 如果我今天希望 输入完之后 我希望把日期 改成什么 诶 各位没有发现 年的部分 要把它改成民国年 斜线 要把它改成点 那1月1号的话 要把它改成什么 01 01 ok 如果各位数字 的话 就帮我补零 那后面的话呢 因为我希望知道说 这一天是礼拜几 所以我加一个周几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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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的格式 如何处理 那 首先的话呢 我们切到这个 我们的练习 先切到中央练习 再来切到today 好了 我们一个月来看 那today里面的话呢 主要就是说 我怎么想要知道 是今天的日期 顾名实义嘛 today 所以我们第一个练习 插入函数的话 找到日期 时间 那当然你找到today today按确定 好 确定说它不用引述 为什么 因为它直接抓取 你现在这一台电脑的年月日 ok 所以特别是有一种情况 如果你电脑的日期是错误的话 它也会抓到错误的啦 ok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比如说611号嘛 按确定 它应该抓过来就611号 当然如果你这边修改 它也会跟着修改 ok 另外的话呢 当然 底下这边还有个储存格 请各位 插入函数的话呢 日期时间的话 请你用另外函数 叫什么 诶 叫做now ok 诶 today now 你按确定会怎么样 结果会不会一样呢 诶 你会看一模一样 那最大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其实有个地方 当然顾名思义 today呢 只会抓取 你现在电脑的时间 只会抓日期 不会抓时间 那now的话呢 除了日期之外 还会抓到时间 我什么验证很简单嘛 选取这两个储存按右键 可以用储存格式 格式部分的话呢 你会发现 预设它会自动帮你用那个日期 但是我如果说要加时间的话 底下有个时间 那时间呢 它当然除了时间之外 还有日期加时间 所以我用这一个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如果用today的话 它所得到的结果 会是什么 会是12点整 也就是它不会变到其他的时间 但是你会发现 如果是now的话 它会变动到现在的时间 ok 如果说过一段时间 你再把它打个勾 它的这个时间又会变动 也就是它会refresh 它会随时只要你有更动 这个状态的话 它就会自动再去抓取一次 但它不会一直抓 它会只要你比如说你要 你要什么 游标放进去 打个勾这个动作 它才会重新更新 ok 好 那再来的话 特别注意 那你会想说 到底是期跟时间 它存在esale里面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ok 其实跟各位讲 它有个部分 请各位做一下 一样选举这两个 今天按滑鼠右键 出唇格 刚刚我们是把它改成 由日期改成时间的这一个 ok 那请各位 再把它变动 变动成通用格式 通用格式 按确定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很特别 那所谓的通用格式 其实就有点像 把它原来的格式 通通去掉 恢复成它原始的值 也只有资料而已 格式都不要 格式帮我拿掉 它为什么变成年月日 其实都是用格式的关系 可是它其实赤裸裸的存在 存在也是有什么东西 特别重要 就是一个数字 那如果有时间的话 你会发现它有小数点 意思就是说 跟各位讲 它其实存在 你想说43,983 是什么意思 其实啊 根据官方的说明 它这个43,983 实际上是跟哪 跟有一个日期比较 1900年的1月1号 跟这一天一比较之下 相差了这么多天 ok 那也就是明天的话 那就43,984 一直被推 ok 你想说 它这个数字会不会大到 将来放不下 那还好吧 你看 1901到现在已经 几年了 100 120 20年了嘛 ok你看啊 那经过这么多年 其实它才增加这么一点点 啊 当然啦 再经过1000年好了 其实说真的 也不过再增加 那个数字 我想应该还是可以容许的 而且再更多了 已经不是我们的事情 Excel 经过不要1000年了 100年之后 Excel是不是存在 也都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那已经不是我们 需要去考虑的问题了 只是说呢 另外的话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哦 如果所以你在旁边 假设好练习一下 比如这个 1900年的1月1号 好 舒服是这样 Enter嘛 如果你按右键把它 出成格式 你会发现把它改成通用的话 按确定哦 它会变多少 就1了 好 应该可以懂到逻辑吧 那再来的话呢 有关时间部分 你会看后面怎么小数点 那其实小数点 很简单 因为一个小时呢 就是二十四分之一 因为一天嘛 一天二十四小时 所以一个小时 二十四分之一 那也就是二十四分之一除完 一定有很多小数点的 有没有 如果整数的话 如果是除以多少 假设0 0是12点嘛 12点 如果是3点的话 24 假设是3点除以24的话 那就是把它再改成那个 通用格式好了 那应该是0点 0125的样子 OK 如果说呢 我今天把它改成类似像这样 最后 应该是0点 多一个0 应该0.125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24除以 这个3除以24的话 3 这个谁 每3个小3点 然后0.125 如果呢 把它变一天的话 如果我今天呢 把它按右键 除了格式的话 每3个小时 增加的话 你会把它改成时间的话 你会发现 那我再把它改成这个 时间跟分 按确定的话 那你会发现 它就变成 有没有 各位看得懂吗 有没有 12点就0 没有 然后如果0.125的话 因为 就是 24分之3 刚好是0.125 刚好3点 有没有 6点 每3个小时 因为刚好可以整出 所以你会发现 实际上它存在 其他里面就是一个小数点 大概是这样子 OK 应该可以了解它的原理原则 那 所以 我们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 如果要处理 这个日期 其实是蛮麻烦的 为什么 因为它其实 虽然是一个数字 可是它里面有三个东西 像日期的话 有年月日 如果时间的话 除了年月日 还有时分秒 哇 6个东西 那如果说我今天 假设我希望 把刚刚的today跟now 希望格式化成什么 这样的格式的话 该怎么做 OK 有没有 民国年 民国年加 首先按右键 除了格式 一样嘛 我两个一起做好了 OK 所以两个一起 那我先切到日期好了 日期特别注意 有没有民国年 有 中华民国历 这边有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中华民国历 只有在 我们现在台湾的那个 繁体中文版 才有这个东西 如果你是其他语系 比如英文版 就不用讲 没有 你更不要说像之前的同学 有没有日文版 没有 那怎么办 那你就想 目前应该 除非你装这个套件 否则不然的话 应该无解 不然就用西元年 如果我要做出 刚刚的格式的话 那你就是中华民国历 再来的话 特别注意 因为我要的格式 有点像这个 但是这个要少什么 斜线要变点 然后要补零 有没有 所以怎么办 就要一个方法 反正以后格式 如果没有 没关系 你可以找一个接近的 然后来修改 那修改的话 怎么修改 特别注意 请你先选一个接近之后 有没有 再制定一下 其实制定的话 就有点像修改 有没有 先选一个接近的 中华民国历 然后再制定 那制定的话 它会让你显示出 那个格式的公式 就这样 所以它背后的公式 就讲这样 那你可以看到 前面中华五 这个应该就是 民国年 繁体中文的一个 反正一个公式 然后后面 E应该猜得出来 应该是年 M的话 应该是曼十月 再来就是日 OK 然后后面都要一个小楼 分号加小楼就结束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怎么样 把它改成什么 斜线把它改成点 很简单 自己改比较好的 点 有没有 上面会变 请看一下上面 有没有 190 民国109年6月 没错 然后都变点了 第二个的话 如果 这个月份 假如是月后日 要各位数补零 很简单 猜应该可以猜出来 你比如说前面补个零 嘛 全部都补零 一般是 如果你们有用过其他软体的话 像 assys 就有类似的概念 加一个mm 两码 OK 有没有发现前面就是变06了 那d的话呢 变什么 dd就好了 OK 这个蛮多地方哦 不只是resale这样做哦 其他还有蛮多的程式哦 它用的公式都大家类似概念 如果你要补两码的话 就是mmdd OK 应该可以懂啊 再来的话呢 如果我先要刮虎后面周期的话 刮虎自己先打 在dd的后面 先加个刮虎 这个刮虎自己 可以加上去 但问题移到中间的话呢 假设我要周期的话 诶 要加什么 其实很简单 你就怎么 打三个a 有没有看 周期就出来了 诶 对不对 那星期几的话呢 很简单 再打一个a 有没有 四个a 就周期 星期几 有没有 那你想说老师 那五个a呢 没有了 ok 好 六个a呢 没有了 好 其实我们要的是三个a 就好了 我只是跟各位说一下 按确定 好 就大功告成了 对不对 ok 诶 那不过就有同学 一定马上有问号 老师为什么你知道周期 是打三个a呢 其实很简单 我刚刚跟各位讲 其实很多格式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先用一个接近来改 但是如果是两 可能有两个 像日期里面有没有周期 日期 我先切到那个西例好了 诶 有没有 这边有星期几 有周期 对不对 那如果说想知道 它背后的公式是长得怎么样 很简单嘛 是不是 制定一下不就有答案了 有没有 那我不要看分号 这个中瓜五 跟分号后面的 反正我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那我就把这个东西 放到我将来要放的那个格式的里面就好了 所以以后的话 假设某一个格式它不存在 那你可以怎么样 先找一个接近的 然后呢再去拼拼凑凑 就可以凑出你要的那个结果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最后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我now的部分 要加上时间的话 可是现在没有时间 按右键 出这个格式 怎么办呢 你可以再把时间里面 假设我希望后面再加这个 下午几点几分 AMPM这个 那如果我 要加到我刚刚的地方 我就先制定一下 然后呢我把什么了 把中瓜五的后面 分号的前面这一段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取消之后的话 再到这边 再切到制定嘛 我就把它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分号的前面 空一格 然后把它贴上 按确定 不就有了 有没有 OK 本来没有的嘛 就可以产生了 所以跟各位讲一下 以后呢不只是在日期时间 可以这样用 其实任何地方 任何 只要是ecell里面的格式 没有的话 你可以自己拼拼凑凑 凑出你要的样式 OK 这超级的还蛮值得学起来 不然的话 有些同学好像看到人家 奇怪你的格式什么特殊 我从来没看过 变出来的吧 这个会不会 这蛮简单 而且蛮实用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重点回顾一下 一 先切到那个 这个 综合练习 再看一下这个格式 然后呢 请你在这边 sulu today sulu now 然后了解一下 原理原则 我刚刚是有用那个 按右键除了格式 是通用格式 这个看你要不要再操作一遍 主要是 把这两个格式 先用成所谓的民国年 然后找其中一个再修改 这边改一下 然后呢 再把那个什么 后面加上时间 ok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ok 这个是还蛮重要的 不过我发现还蛮多人都不太知道 原来那个格式 其实是可以这样拼拼凑凑的 所以其实这个可以拼凑凑出多少的 这种格式出来 太多了啦 你想得到的其实都可以把它变出来的 ok 以后想要长什么样子都没有问题 完全可以符合你实际上将来你要秀出来的那个结果 只要想要怎么秀就怎么秀了 ok 而且并不困难 这个比并别简单太多了 可以试一下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